今天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啊 脸部超声刀跟私密超声刀二合一的这一块仪器 那我们收到仪器的时候呢我们会收到这样两个操作头 操作头的线呢我们先来安装一下 安装的时候相对应的左边是我们的脸部超声刀 右边是我们的私密 然后我们安装的时候呢这里会有个小口 小口呢对着我们上面有一个凹凸的一个点 然后插进去这样就可以 插的时候尽量轻一点不要摸 然后这边也是这个操作头也是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的标示 这个呢是做面部的然后这个是做私密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我们私密的一个检测仪的一个 长的地方我先来把这个装上去看一下 装了装了来装一下我们这个检测仪 先把它放在下面然后直接把我们那个胶管塞进去就可以 好这样我们的一个简单安装呢就好了 然后插上我们的电源线然后这边是一个电源开关 插上电源线之后呢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开关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打开仪器 仪器正在启动中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面部超声刀 这边是我们私密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面部超声刀 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界面之后呢我们就看到 这里有首先这里是一个我们现在操作头的一个 是1.5的操作头 那我们这个操作头卸下来的时候呢直接把这里拨开一下 然后往下拔就可以 现在我们能听到滴滴的声音 就说他们现在仪器已经开始进行工作 让你们有操作头是提示的声音 然后装上去的时候我下插上去就可以 这样安装好之后呢我们的仪器就会有显示 现在我们装的是1.5的操作头 然后这边这一个呢是我们一个仪器的一个总发售 现在是有五千零八十一发 我们出厂的时候会保持五千发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发数 操作发数显示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点距的一个显示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它 现在我们这里呢是1.2 我们一般把它默认为调成1.2就可以 它这个点距就说明是我们打点的一个点与点之间的一个点距 我们通常把它设为1.2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界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那个点数的一个总长度 现在我们现在装的是1.5的头 1.5的总长度呢就是14 但是可以小 但是我们一般保持最大点数就可以 就是我们打点的时候一个总的长度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能量调节 能量调节呢最小的是一个0.1 然后1.5的操作头最大的是0.4 那我们开始给客人做的时候呢 都要给从0.1开始 测试的时候呢可以从0.4开始 用最大能量测试我们的1.5的一个亚克力板就可以 然后这边脸部的一个显示 这些区域呢就是我们一个1.5的头 可以操作的一个整个区域 都是比较薄的 脚质层比较薄的地方都是可以操作的 然后我们操作的时候点击我们一个人 这个开始键点击开始之后呢我们这个操作头呢 就可以进入一个工作状态 我们这里是一个开始工作的一个指示灯 开始工作之后呢它指示灯亮 然后我们开始打点的时候按上我们的一个打点 这个键按键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先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1.5的操作头 操作超声刀的时候呢我们先要在脸部熟悉的呢 这可不划线不熟悉的呢我们先要划线去分好区域 分好区域之后呢在我们的一个操作头上面 涂上凝胶 脱好凝胶之后呢我们把它均匀打开 现在我们用我们的一个亚克力板来测试一下 这块是3.5的3.5的太厚了 1.0的操作头我们用1.0的一个亚克力板来测试 这个最薄的呢就是我们的1.0的一个测试头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 轻轻的贴上去然后不要有气泡 然后选择我们的READY开始工作 然后现在我们来打下点看一下 看到没有有一排排小小的点出来 看到没有打点还是挺均匀的 然后我们操作完之后呢要把我们的一个操作头清洁干净 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 其他的呢就是我们只要换操作头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卸看一下哈 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操作头 先看一下我们一个3.0的 3.0的装上去装上去之后呢 它这个地方的操作头显示是3.0 然后3.0跟1.5的区别就在于这里 它一个发速的点数一个长短是不一样的 这个最长的话是25 1.5的话最长就是14 然后它的能量是能量是可以调到更大的 这个是可以调到0.7的 最大是0.75 在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都从最小的一个能量线开始给客人来操作 那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打过的一个4发 然后这里的也是保持1.2左右就可以 然后4.5跟3.0的一个操作界面是一样的 它们的总长度都是25 25 然后能量的话呢 4.5的会更大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大的能量可以达到1.2 3.0的是我们的一个0.75 4.0是最深层次的 那它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操作区域就是 我们脸部肉最多的地方没有骨头的地方 就用我们的4.5最深层次的一个操作头来操作 然后我们插上每个操作不一样的头 它操作部位都会有提示 都会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脸部超声刀的一个操作 一个简单操作 然后我们返回 返回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超声刀 点击进入超声刀的界面 然后操作超声刀之前我们先来认一下这个 我们配备的呢有三块一个亚克力 三块这个亚克力呢它的厚度都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4.5 3.0 1.5的 但这个是用于我们操作之前的一个测试 然后这个黑色的这种呢 就是我们操作头上面一个黑 这个胶带的一个替换 当它坏掉之后我们可以用来替换的 然后有配一个3.0的头 还有一个4.5的头 一起是两个操作头 那安装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先 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不要碰到这个黑色的胶带 把它往轻轻的往外把它摇晃一下就可以 然后装的时候也是不要碰到 不要弄破我们这块黑的胶带 然后这里有一条线跟它对准来 然后插的时候 稍微用一点腻把它装进去 这样我们的一个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个界面 然后再进行我们一个模拟操作 第一个我们的第一个350度呢 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个旋转的一个角度 它最大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最大360度旋转 然后第二个呢 是一个我们单次旋转的一个角度 这里是5.0 我们也可以根据客人应到的一个松弛度 来调节它的一次性走的一个度 我们可以把它调成6.0啊7.0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效果如果说想要达到最好呢 就5.0 5.0的话360度我们基本上要用一个71次 打71次 这里都会有一个统计 然后这个6.0它稍宽一点呢 我们59次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第三项第三项也是一个我们操作头上面一个一个受力能量的一个距离是25米25毫米 然后这个1.2呢也是我们保我们每个操作头保持25跟1.2就可以 这都是一个长度跟点与点之间的一个点距1.2这个是可以固定不动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能量的选择 能量的选择的话呢可以根据我们客户的一个承受能力来选择 我们最小的话是0.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啊 这里有一个3.0的操作头 每个操作头它的能量值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最大是1.5 那我们也是从最小的0.2给客人进行一个操作 然后操作之前一定要测试我们客人的一个能量承受力 这是上面的一个界面介绍我们都可以选中它 然后通过这里的加减键来选择我们的一个需要取得的一个值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模式一个手动模式 我们选择亮灯它之后呢就是一个自动模式 那没有选择它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柄操作头上有会有一个按键 按住它呢就是你按一发它就走走一个圈 然后这样是我们的一个手动模式 这里呢是一个我们现在用的一个3.0的一个操作头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总发数 出厂之前也会保持5000发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模式的选择 这里有三种模式 一二三 三种模式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你需要保存的一个模式 然后储存它 选择我们上面撕这个键就能储存一个模式 下次我们需要用到的时候呢直接选择它就可以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就是我们一个检测 给客人操作之前呢我们可以给客人检测一下 我们这个阴道的一个松紧度 然后做完之后呢也可以做个检测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 操作之前呢我们要把这些都要用消毒 然后用生理粘水清洁 然后套上病用条 加上我们的一个润滑剂 那我们现在模拟的来试一下 先把它关起 然后我们试一下 我们调到大概60左右 然后把它保存52 保存之后呢把它放松 这样呢这就是我们操作之前的一个阴道的一个松弛度 那我们做完之后呢也可以用我们的一个这个 帮它做一件检测 但是它没有归连的时候我们退返回退出 然后再进去的话它也是有层有层值的 这是我们操作之前的一个数值 然后操作之完操作完之后呢 我们也给它来进行一个检测 检测的时候呢也是跟这个一样 先把气放光 然后我们把这个放到我们客人的一个阴道内部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然后这个 这个呢客人就会感觉很明显 因为它区别特别大 然后我们也可以继续再保存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呢就是我们操作完之后一个数值 那我们拿这个数值减去之前 我们操作的数值呢就能得到我们做完的一个效果值 然后这个如果说我们整个顾客做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清零的话就把这里放弃归宁 然后点一下按键 这样的话就能恢复到我们一个操作之前的一个界面 然后点择选择返回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界面的一个认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比如说使操的话应该是怎么样的 使操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操作头消毒 然后阴道部一定要进行一个生理盐水的一个清洁 这些注意卫生一定要注意卫生 然后戴上我们的一个口罩一个手套 然后生理盐水这些棉签这些都是不能不可以少的东西 还有我们的一个凝胶一个避孕套一个润滑剂 那我们操作之前呢也是做好我们准备工作之后 全部消好毒之后在我们的一个黑胶带的地方打上我们的一个凝胶 打好凝胶之后呢再涂上我们的一个避孕套 套上避孕套之后呢刷上一层我们的润滑剂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实际操作 在操作之前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测 检测的话呢我们先来开这机点灯Ready 然后它就开始自我检测 检测的时候呢它会是旋转360度左右 等它旋转回来的话它这一个操作头的检测就完毕 我们先来看一下 检测完毕之后呢它这里是会亮灯的 亮完灯之后呢我们还不可以实际进行操作 准备好操作界面之后呢如果说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操作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手动选择我们这里的一个操作键就可以 现在我们是一点是5毫米的距离 然后我们来先看一下 先用我们的凝胶模拟操作一下 压上去 做好准备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开始测试打点 然后现在我们是打一下 按一下我们的按键它就打一发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自动的 自动的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这是打完一发 然后它会接着自己跟着打 这是一个距离 然后挪位了 OK我们按一下它然后就可以整停操作了 如果说点了自动之后呢它可以360度完全自己旋转来操作 这个是一定要测试好我们一个客人的一个承受能力之后呢 就可以用我们的自动来给客人进行一个操作 那我们操作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先用我们4.5的一个操作头 先来操作350度 然后再改用我们的一个3.0的一个操作头 来给客人再操作一遍 操作的时候也是从客人的阴道内部往外面操作 这样的话它整个阴道都会得到我们一个能量受益 这样的话效果呢就会达到一个更好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操作呢就是这样一个模拟操作 噢